看看新闻榜 上周末姚晨在新西兰再批嫁衣 作为有身材有个性的时尚积极分子 人们对姚晨的婚纱可是留足了期待 就我扮了我那件婚纱 对对对 因为设计师送她一个一件很漂亮的婚纱 她已经欣赏过了 对非常漂亮 什么样的什么样的 跟我们形容一些 现在你觉得可以怎样来形容这件婚纱呢 大多数人看来是非常失望的 很长一段时间是进行了预热嘛 其实网友还是把它当作一个娱乐圈的大事件来看待的 那姚晨本身的质素是比较高的 那其实服装赋予她的一些附加值 其实倒还好也没有很多 因为这件婚纱坦白来说是 夹衣丙丁都可以穿的 就不管你的身形是瘦的也好 或者是你是属于微胖界的 不管你是腿长的 或者是身体特长的 或者是说各种比例不够完美的女生 其实用的抹胸 蓬蓬裙 她是不容易出座 而且是她在底部的时候 加了一个托尾的处理 背影看上去还显得比较华美 她其实是美的 但是和她平时的一些大片的造型来说 我觉得她还不及她平时的一组普通的大片子 对于婚纱 姚晨其实已经给大家打过预防针了 就在大家想象中的吧 就是也是很还是比较传统的 我觉得也别太逃脱想象的框架 非得省一身红婚纱或者是黑婚纱 经验留在时尚大片里 华服对一个时尚宠儿来说 应该并不是一件十分牵肠挂肚的事 而作为新西兰国家旅游的形象代言人 把婚礼放在那儿 于公于私都是一件上算的事 还有婚礼现场那些挡镜头的黑伞 姚晨的安排是低调的 只是露出的内心半点 还是让围观群众觉得差了一口气 这样的一个造型 包括这样一个整个婚纱的环境来说 我只能说大姚同学这次很省钱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帮她包办的 包括是她去新西兰市 新西兰旅游局出的钱 就是亲友团也不是很多 那婚纱是Varone提供的 那摄影师那曹玉是干嘛的 不是吃素的是吗 摄影师肯定也有了 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不花钱的 那所以大姚在所有的一些细节处理上面 也是属于不花钱也挺好的 就一切保守吧 也不会没有她自己为这场婚礼策划 尽心尽力的这样一个感觉 和姚晨的众人食材相比 郭晶晶婚礼的亲力亲为 以及收到的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郭晶晶简直就是打了个咸鱼翻身仗 你知道吗 就从她结婚的那一刻开始 她基本上就是有点重生的感觉了 我以前的郭晶晶是什么样子 已经翻篇翻过去了 就从今天开始 我已经是霍太太的身份 就一切的时尚观念 时尚理念 就这种时尚的态度 由此发生了 天差地别这样的一个改观了 郭晶晶华丽转身的余味 并没有随着婚礼的落幕而消散 香港媒体近日又曝光了 一组新人的古堡封婚纱照 其中的两套礼服都在婚宴中出现 让她大方一彩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郭晶晶在南沙婚宴上面 迎宾的这一套 那这套礼服款 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 可以让我们平时女生来借鉴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风妙设计 那其实近两年来 风妙都非常的流行 它是一个很好的 让你提高腰线 就把你的腰线勾勒出来 然后让你的腿部 看上去非常纤长的 这样的一个小心机 那其实这件衣服 比较难穿的地方 在于它的一个肩膀电筋的设计 那如果你的身材 是肩膀比较宽厚的女生 或者你的背部啊 是比较厚的 圆形身材的女生 其实要慎选 那你穿起来会更加的魁梧 那好在郭晶晶是属于那种 肩膀来说 肩形不算太宽 也是属于比较窄的 所以她在诠释这套服装的时候 还会看起来 她的身材比例非常完美 但是她唯一的败笔 真的是败笔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郭晶晶这几个发型 都是非常失败的 非常的老气 就是其实她和朱玲玲 站在一起 就两个年龄看上去差不多啊 因为这个发型就是一个 它其实是属于 比较传统的韩式盘发 就是她的发肌 是在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但是她在刘海的处理上面 是有一点点高耸的弧度的 那其实这样的弧度来说 你一不小心 如果说你是过于平整的话 没有那些松散的那种 发丝凌乱的感觉的话 你就容易显得老气 就像五十几岁的女性 也是可以尝试这样的盘发 那其实你衣服穿得再好看 你这个头一出来 就马上就逊色了 对于身高163 身形健美的郭晶晶来说 驾驭礼服并不是一件意识 南沙迎宾款 我们可以从Elisabeth2011秋冬的秀场 找到原型 郭晶晶并没有把她穿掉架 至于这套美轮美奂的蓝色礼服 更言书 是的 早在2005年 张子怡身着全球紧一件的 Armani草绿色云上 走上金球红毯时 已经是燕金四座 相似的款式 把颜色淡化成为烟雾般的蓝 郭晶晶演绎的一样出色 不求最贵 只挑最好 郭晶晶的主件 由此也可见一般 那郭晶晶就坦白来说 她是属于比较气质普通 身材普通的女生 你不能选择一整片面料 就是普通的面料 就是直接裹在身上 那会让你显得非常的低廉 就是你起码要有一些 稍微提高气质的 这样的一些元素做点缀 才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 焕然一新 就是整个人 就是跳脱出来的感觉 高级品牌 高级定制 不通物不发烧 对于懂得低调和内敛的 郭晶晶来说 未来时尚路 还是可以稳扎稳打的